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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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國外世界的變化覺得明顯嗎 今天影片就比前一天還要冷很多 對啊 超過明顯的 今天我還想說 外面沒有下雨的聲音 不知道太陽會不會很大的一打開 哇 太陽很大 天氣很好 打開那個床骨 我以為開始穿發都一樣 這幾天的電影就變來變去的啊 對啊 昨天的天天亂下雨 對啊 超爆 大到我醒來耶 為什麼 我就突然 這樣突然好嚇醒啊 那我以為是 因為我家對面在施工 我以為他們把什麼水 霸還是什麼 水庫什麼 不是水庫 那個水桶那什麼 搓爆 然後炸水出來這樣 那種很小的時候 我要跟家人去夏天 然後去游泳 然後什麼游泳 然後下午就回家這樣 然後回家睡午覺的時候開冷氣 然後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個溫度計 冷氣上面溫度計30度 然後那時候小時候我想說 哇 我從來沒有看到30度這麼高溫耶 因為以前再怎麼熱就大概27 28 這樣 沒有看到30度 現在隨便夏天都 外面都是 36 37都有 對啊 尤其是那種 我經過開車很熱很熱的時候 然後看到那種大樓那種 上面那種有溫度計的那個 36 好熱喔 對啊 跟體溫一樣高了耶 我覺得這幾年最冷的冬天是 15年吧 15年 15年 16年 那時候真的冷到炸煉 然後又每天都在下雨 那時候都穿兩件外套耶 對啊 那個時候 回中壢下車都覺得 有一瞬間是 從機場下車 在 美國西岸的那種感覺 有點冷你知道嗎 對啊好冷喔 然後冬天又超短的 而且台北那種 中壢又比台北再冷一點 對啊 所以從那個 從坐車坐完之後 然後下車一出去了之後 突然有一種到北美的感覺 好冷喔 怎麼又出 下冰島飛機了 對啊 就下土啊 好冷喔 對啊 然後又超短 冬天又超短 回台灣工作這幾年都是一場夢 什麼 其實突然冷醒 還是坐在 臭臭破破的 北美電車裡面 我還是沒回家 我還是沒有朋友 好可憐喔 超可憐的 人生如夢 快40歲了 然後還在 還沒回家 真難過 好恐怖 不知道是小時候 就真的就是不太care這種 就是身體也可能年紀也那種 然後沒有注意對不對 就不太管 然後大人都會覺得說 變冷了幹嘛 然後叫你穿外套幹嘛 可是小時候就沒有感覺 可是長大的時候就覺得 我媽覺得我人 那長大就是 欸 幹真的 我跟我媽 小朋友跟他的媽媽都覺得冷了 小朋友跟小朋友跟他的媽媽都覺得冷了 小朋友跟小朋友跟他的媽媽都覺得冷了 哇 真的很冷 對 小朋友都覺得說 好冷喔 如果有小朋友走出去 然後說好冷喔 我真的會嚇到 小朋友會覺得好冷嗎 小朋友會覺得好冷嗎 小朋友都覺得 欸我不要穿外套 怎麼會有冷呢 在跑步然後穿短褲跟拖鞋 還有短鞋 平頭 跑出去 好冷喔 旁邊應該那個冰山這樣滑滑滑滑這樣直接垮下來 真的 橡山變冰山 橡山變冰山 超屌 連川普都跟 都說你有種族歧視 你就真的有種族歧視 衝開槍 小心點 你現在也是肩肉大師了欸 我剛才你撥那個照片 欸 我真的 不虎欸 因為我在台北也是會一直去吃牛排 因為 我想要看看 到底是怎樣 可是我覺得其實 當然還是有差 因為他們在佐料上還是什麼 幹嘛當然會有差 可是我覺得 其實 口感是不會差太多 是啊 所以 我真的不太想花大錢去吃 牛排老闆 尤其是我不是上次 一個發飆點那個 那個超貴的那種牛排 然後吃我覺得說 真的普通欸 其實本來就是啦 本來就是肉的品質的差別而已 就是肉的品質 然後新鮮 然後你弄然後就馬上 本來就是 我們如果有一塊 很高級的牛排 然後你只要稍微會的話 也不可能 不好吃 對啊 而且牛肉我覺得很好就是 你有點生 沒關係 有點熟 也沒關係 對 總不可能把它弄成肉乾嘛 就是肉乾 也沒關係 配泡麵 那你吃個屁牛排啊 買和牛把它煎成肉乾 超屌 怎樣 A5級了 因為和牛啦 花三千塊買回去 肉乾 煎到整個屋子都黑掉 三千塊一片在Facebook上面買的 罕假買的一片肉片 和牛等 A5等於燒烤片 這把烤成肉質 跟快車肉乾的那種肉質一樣 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和牛 直接折斷這樣 這個和牛 嘎瘋脆 你比這個好不好 比這個差老闆的海苔還要脆 我吃牛排都吃三分 我是很深 喔三分 我會說吃三分 我說三分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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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3% Rare 三分 我是三分熟 三分熟 三分熟 蘇肥對我來說 因為蘇肥你輸下去 他在肩一定超過三分 如果你蘇肥你要有那種三分的那種感覺的話 你就是真的低溫的蘇 然後蘇大概三四十分鐘 就不能久 然後 你要煎的東西就是那種火特大 對 然後 嘿嘿嘿嘿嘿嘿 然後就放十分鐘 搞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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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如果連這樣都不會切就不用煮啦 對啊 但是比你過真的是 好用啊 真的是好用的啊 你就放 煎的時候 他有一點點那個 一點點東西站在鍋上 然後牛排把它弄掉 因為我都拿夾子嘛 然後就 死的時候 他粥也不是會多 可能會有一點的 雜質這樣 那牛排就 就在上面這樣 然後鍋子就很乾淨 然後全部煎完之後 然後夾起來之後 放在旁邊放涼嘛 然後鍋子也放涼 然後再看 應該不用洗吧 這沒東西 其實確實鍋子是不太用 就還好啦 他就是拿水抽一下 然後拿著抹布擦就好了 然後其實真的好的鍋子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我這次不鏽鋼 有一次煎 因為我新的那瓦斯爐嘛 然後有點不太會用 不是不太會用 第一次用的時候沒注意 我以為關是 這個方向 結果結果 我就說煎完了 我就扭這個方向 結果扭這個方向是到最小火 他就一直燒一直燒 他媽一直燒 那整個鍋子擠黑 他媽刷兩個 兩個小時 我又沒有買那個鋼絲或什麼幹嘛 我就用那種 綠色那種菜瓜布啊 刷啊 刷到我指甲會翻掉 下去你家 喝個飲料 那個杯子幫我洗一下 什麼 掛一塊牛排 然後一個夾子 他就去你家 等一下我來刷廁所 拿牛排 好臭喔 馬桶刷上面 你們先聊我去洗個臉 拿牛排 為什麼說牛排 那是牛排水吧 洗手馬上去擦馬桑 不要太浪費了 用這個牛排 好油喔 好噁心喔 我今天天氣好熱喔 拿牛排出來 敷臉不臉 眼睛放兩塊牛小排 超奇怪 那也是 世紀末報軍會幹的事情 超奇怪 去公廁 這個馬桶好像很髒耶 拿牛排出來插一圈 現在逛賣場時 會不小心在生活用品區待很久 Always 我會站在60吋 電池前面站好久 我是電氣區耶 我是電氣區耶 我已經 我已經 我電氣已經是第一時間買 我人都還沒租進去 電氣已經先買好了 那種 因為我是一定是最注重的 對啊 可是我優先走地 我也是 像比如說我去逛Costco 我一定要去走那個 電視那邊 走完之後還去買 買我要的肉 我每天都來買肉 對啊每一次都這樣 我可能我很喜歡 輻射吧 那你就跟史丹娜爸一樣 買個蘿蔔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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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就買了 然後回家根本沒用不到 我欠了我就不會買了 我成長了 還在這個階段 我現在走過去 我現在走過去 已經樂界成功 那種 樂界成功 我是樂界中快成功 我已經 我已經sober了大概兩年了 我現在補 清醒兩年 走過去覺得自己很棒 有的時候還是會走過去問那個過人說 欸你媽 你還有沒有一些那種櫥櫃 那個櫥櫃還在 其實那個 還十萬次也可以那種 那種 你會秘包一些防潮那種櫥櫃 你那有 超像 你看那種 彈簧筒那種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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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記憶 那種 另外一種曲線 重版可以掀的那種 對 重版可以掀的那種 哇 超像買的 他有油壓 你不用在哪裡 你不用害怕 就放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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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可是我那電動牙槍 我都會說 我這樣 不是 我就把他吐掉啊 他吐掉泡就沒啦 你不用泡啦 你不用泡啦 你的表情超委屈的 你不用泡啦 你的表情超委屈的 越吃越好吃欸 你咬頭腦我家媽看 我這怎麼這麼奇怪啊 我就是那種 這會做 蠻嘴的 蠻嘴的泡沫 然後咬頭就單純變成那個 對啊 做拿鐵包 然後 然後就是我的嘴 變成一個碗的狀態 然後咬頭就這樣 然後下去的時候就 欸 然後 啊 沈了噴出來 那你直接把它吐掉啊 他吐掉就沒有泡泡了 牙膏未老虎好不好 沒有泡泡 重點是你的刷毛有沒有刷 你不用用牙膏也還是可以刷牙 也是 都要吐掉是 我跟你講牙膏的功用只有 口氣會比較芳香這樣子 他並沒有實質上的清潔效果 他說他可以去油 之內的 他也沒辦法去油 我跟你講牙膏只有兩個用處 一個就是你的口氣會比較好 因為舌胎那些的 就你還是用清水刷 但牙膏好像也比較好 另外一個用處就是 光碟後面如果刮壞的話 拿牙膏擦一擦 可以把那個刮痕削掉 手機螢幕也可以 沒有其他的功用了 而且在Costco買了一個很難用的牙膏 一次買六條 我想趕快把它用完 那個牙膏很細 而且那個牙膏它不會黏在牙刷上面 為什麼 他就是很怪的 觸感非常不一樣那種牙膏 那時候他們就說很好很棒 怎麼幹嘛 我想說反正我也缺牙膏就買 結果一回去抽出來有六條 然後他那個牙膏很妙 我這樣擠在牙刷上 然後我都會沾一下水 然後刷牙這樣 沾下去的牙膏會直接掉水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知道 以前正常的那種牙膏 它都黏在牙刷上 我就沾一下水是沒問題的 沾一下它直接整塊這樣 所以這樣彈在嘴巴裡面 然後再開始刷了 對啊 你下次刷牙就是牙膏先打開 然後那個牙膏是很鹹 就是蘇打 就是那種有鹼性 它很像茶麵包裡吃的東西 還是你買錯你買到魚子醬 就我跟小燕在冰島買那種牙膏 素額乾這樣之類的 你下次 烤一小塊小塊麵包 還有牙膏幾張去吃吃看 好吃的話你就不用拿來刷牙了 就拿來吃就好了 那你就用沐浴球就好 我有用啊 沐浴球超起泡欸 可是 我就是要 不用就已經起泡了 然後再用沐浴球 這個 膨脹 你就是要一個 單人泡泡浴就對了 我就是要 電視廣告裡面那種 你就是要卡通裡面洗澡 對 對 就是全部都是泡泡 然後 收泡 然後如果這樣 要遲到了 什麼泡泡還留在原地 哈哈哈哈 我怕在原地 然後 再跳下來 我泡泡就是要多到 我在洗澡 我冒在旁邊看 看到最後 以為我被泡泡抓走了 泡泡就要多到 洗到一半 Uber一送來 還可以直接裸底去開門 他還以為你穿泡泡裝 這是泡泡裝啊 泡泡裝只有現在有些點數商品才會有好不好 白痴一般的哪會穿什麼東西 差不多300點可以買30天那一種 有點沒辦法控制力道 有時候刷一刷會開始想事情 然後就刷太大力 然後就會流很多血 然後我就會 如果看到今天流很多血 我就想說啊 那我要 可能 喝點水或是幹嘛的 然後讓它舒緩一點 然後 之後要控制一下力道 現在換的牙膏完全沒辦法 因為這牙膏是紅色的 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刷完去吐了 除非有塊 全部都血塊 不然這樣一攤我就想說 到底是 正常的泡泡還是 我流血的泡泡 流血了 我這樣分不出來 你牙齦已經爛掉了 對 會這樣打開然後都有血吃這樣 唉 太大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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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越刷越憂鬱 想說喔還有五條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這個牙膏一直這樣 我們買那個牙膏幾塊也是紅色 對啊 他就一個很像那個圖匠你知道嗎 你確定他是牙膏嗎 牙膏啦 拿來吃了啦 沒差啦 來是牛排啦 阿姨在推銷 小時候不知道吃過多少吃葡萄口味 蘋果口味牙膏 現在又毛不吃了 都一直這樣口味了 要不要吃牙膏會一直這樣 來啊 他呀幹 開巴 來我家一吃一條 幹 走啊 我帶一條我們冰島買那個牙膏 然後你帶你牙膏 我們這樣擠一條 然後我們來比賽看來先吃出來 真的 我們擠在土司裡面 然後用那個鴨土司機這樣 早午餐然後你又是牙膏 你吃看看哪個牙膏 幹來啊 走啊 我提供土司 我帶一瓶白酒 為什麼 吃一瓶酒 喝白酒 吃牙膏 配配 我帶一瓶白酒跟一瓶零士德林 如果你覺得你吃完牙膏 你就喝零士德林 這樣你就喝白酒 你吃了一瓶酒 你吃了一瓶殼 對呀靠北 吃到受傷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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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吃不到 哇 好爽啊 這麼長 真的 這東西其實蠻好吃的 真的欸 哎呦 哎呦 好吃又好玩 當劍達初期站在玩 沒有蛋啊 大肥仔猴子蛋卷 是不是 你餵我吃 你看我吃不吃得到 好 可以 來 開吃 你可不可以都沒有想吃嗎 好可憐 我好像一個催眠師 但是他下面有一個很餓的狗 你剛好還給我 你一半啊 一掉下去 我覺得有菜你掉了 吃到麥克風線 我剛才在想說 你們要吃都吃到麥克風線 拿麥克風線起來吃 唉唷 打一打這樣 手打 手打拉麵 手打拉麵 這樣 轉一下這樣 然後就拿去煮這樣 拿一個老闆然後拿一個 哪一間店啊 每一家店都這樣吧 哇塞 現在我在吸 鼻塞的小朋友的鼻涕 吸塞劑比較像 有那麼緊嗎 屁啦 爆屁 你幹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再以為我做效果了 斷掉了 沒效果的東西是做不出效果的 我就斷掉就算了 硬吸要吸到十道就也 好痛 舌頭好痛 三十歲就噎死了 不行 我要死在 我要死在我家裡面 也不好 是不是 剛剛說我錯效果了 我脖子 是不是 我脖子的肌肉抽筋了 你還沒吸出來啊 我吸不出來啊 我脖子的肌肉抽筋了啦 那你 我滑雪的時候 你吸一個啦 來來來來 你也吸一個 開吸婆婆 開吸婆婆 拆一下我們這個Nancy Nancy糖 Nancy果凍 是不是超難吸的 你好像在跟一個 跟一個看不見的朋友接吻 你好像在跟一個 好醜喔 你好像在跟一個 你好像在跟一個 隱形人垃圾 神氣了神氣了還咬單 有咬 你看是不是 看來還是我的吸力最強 你還 如果Dyson有要想找我工商的話 麻煩記信到我的 他就 下一根在眼皮的影片 就會有兩個螢幕這樣 然後放一排 螺丁這樣子 然後Dyson 過去跟我這樣 然後我就吸得很不乾淨 然後Dyson就全部把他吸起來這樣 完美工商 完美工商 如果Dyson要找我合作的話 麻煩我 請幫 任何系的機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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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LL的東西 我都超級反感 那你看到制服就軟掉 我看到制服就會不爽 因為我都覺得高聲都很臭 你是學生制服 對 沒有我沒有說 我沒有真的覺得高聲很臭 我是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我都覺得 你很臭 我身邊的人都很臭 然後我也覺得 我身上五十五個都很臭 因為高聲的人會流汗 你知道嗎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很怕 我身上的味道被別人聞到 我也怕聞到別人身上的味道 所以你是覺得 那個制服就是 在你的刻板印象裡面 是一個臭的東西 對 我就會覺得 我就覺得 我高中的時候 體味一定超重的 也是啦 像我高中外套的媽 就是口水味啊 對啊 每個人都撕啊 我現在想到高中的時候 還會有女生 就是女生不都很喜歡 戒男生外套 因為男生外套比較大嘛 他們穿得比較爽的 然後 我們把一個女生跟我戒外套 我又沒有多想會戒他 然後拿回來的時候 整件外套 都那麽熊寶貝的味道 我發誓 我正在上課的時候 快吐出來 我一直 熊寶貝 而且你知道就是 他噴東西是不是 沒有他自己的衣服 就熊寶貝的味道 然後又 你知道我的外套就融合熊寶貝 跟他的身體上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超噁 還有我自己的口水 還有我自己的口水 可是就超噁 而且你就知道 而且重點是 你就知道那個味道很臭 你聞到會吐 可能就還是會一直有一種 這好臭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在教室 然後就會這樣 我耳朵的味道一樣 我上課然後就一直 這樣上課 你怎麼說 超臭 超臭 從那一開始 我再也不借我外套給 這麽任何人 我就是大學開始 就開始 開始噴香水 因為我太怕 我身上 我很怕別人聞到我的體味 我也很怕聞到別人的體味 不管是香的或臭的 我都很怕 宅醜 對 連那種女生身上很香的那種 我都很怕 我只要一門穿那不是香水 但是她身體的味道 我就 我就很想吐 會嗎 超想吐的 所以我後來做捷運 都帶口罩 I can't I can't 哇 可能南蛮比較沒有這麼誇張 南蛮就直接這樣 你好兇 對 對 南蛮就這樣 怎麼有那個鍋膠肉中的味道 太誇張了吧 誇張的話要單單比較好 對 要單單 剛生羊肉的味道 沒有 就跟你說太誇張了 南蛮就這樣 你睡著的時候聞起來不一樣 口口不住 阿哥 嗯 豬腳 萬軟 紅豆餅 萬蛋 這是美食家了吧 這是歧視啊 對啊 這是美食家吧 吃汗好不好 這不是吃汗 這是美食家吧 他聞你衣服 可以知道你吃什麼 你吃的欸 對啊 福爾摩吃 超強的 噢 噁心